因为现在他们的输出点刺痛已经出到了一把末式 已经是可以打团了 其实这是一个要衡量的点 就是在这场比赛里我们看 七七零他特别为难 很多时候大招到底该不该开 他在前期其实主要是为了防守 到达中期他的射手 在白了 防守 但是这是一个宝贝的大招 没有办法接团 但是如果这个大招开完 这座外塔 很难 蔡文姬直接一个奶量就上来了 是再拿一条暴君 压外塔 现在首塔只能靠什么大招 对 这波是GEO的出发器 曾经拿下了这条暴君 节奏太快了 周宇和裴天虎这两个英雄 魔塔真的是没有办法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顶塔拆两下 蔡文姬开始往回来 不给你讲道理 他知道你的 中府回家了 对 起不了啊 出来大招 先照一下 但是后续的输出 不够啊 撕鞋塔 守不了 放掉了 7分31秒 7分11秒 三座外塔全部拆掉 再吃一雷 没感觉啊 刚才现在炸弹猫的一个输出 是不够的 中路还被队友分了线 因为队友必须要帮他守中盘 QG这边其实很想翻打 但是当飞的话 又没有大招 吕波大招前往塔后跳 前面的话留下猪八戒 对于再一推 第一滴血 拿到一滴血 总决赛第一滴血 发运民地酸甜三立方 酸甜碰撞 正面刚 7分40秒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公孙黎是没有足够多的发育时间的 这一局比赛到目前为止 给到刺痛的发育时间 不超过三分钟 对 节奏非常快 特别紧 他刚刚那一波 其实最重要的是 张飞在中路看视野 合到视野的时候 被逼出了一个大招 其实现在的AG超会 打法就是不停的进攻 不停的进攻 缩短你的发育时间 不给刺痛发育时间 感谢观看